这次接受表扬的人员先经过公所审核推荐 在城报县政府核定表扬 今年度共有特优村里长13人 基优民政人员10人 资深基优村里长1人 资深林长35人 并在今天由县长林之庙颁奖表扬 充值同屋的幻生物的官材 吳老师一张很弱势账户 从事物与原理 同事荣获县政府提报内政部 109年特优村里长的表扬 一个掌声表示恭喜你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村里长 还有我们的领长 对县政的推动 对乡镇市的推动 让县县的意味和你们感到非常光荣 所以我要借着各位的对边掌声 谢谢我们这些 所有对我们的建政政政政 推动的所有的有功的里长 村长还有我们的林长 那我们的村里长 还有林长是最基层的 所以民众的声音最多 也是最忙的 但是他们还是能战战兢兢的 为民众来服务这种精神 真的让我们的所有的市民 感到非常的光荣 所以今天吕有容约 你们真的是第一点最棒的 我们以前的事件 他因为要输入于尊 就是建议本身就是一个 用心的需要 我们改革人员的问题 为民优出福祉 这是我们的天使 我们的天使 所以发明这么多 当年来 为社会 为民优打命 各位兴党 委员 传理党 向基权的民党 我非常感动 县政府表示 感谢得奖者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让县政得以顺利推动 尤其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无论是村里林长 或是民政同仁 都贡献良多 在防疫工作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借由活动颁发表扬状之外 并自证联合劝募礼劝 以表达感谢和慰问之意 宜人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